今年正式迈入第25周年的成品集团旗下的饭店品牌 预计在第二季开始是营运 未来不仅在中国大陆的展店脚步持续进行 也会跨足服饰市场 那会推出全新的自营品牌 在25周年记者会上 成品核心工作团队全都到场 排排站迎接董事长吴清友 喊出今年要正式进军两岸三地 成品从小型人文艺术书店 一路延伸到旗下拥有餐饮展演旅馆品牌 现在更进军服饰市场 XS是成品生活从2013年8月首度成立的一个自营服装品牌 然后我们运用成品生活丰富的通路经营资源 包括像营业啦行销啦以及客服 然后来让这些台湾的新锐服装设计师 他有一个健全的一个销售通路 在去年8月成立 预计到今年底全台总店数将达到三家 面对ZARA GAP等国外平价服饰品牌 纷纷进攻国内市场 传品依然充满信心 客单价更定在5000元上下 要用设计师时尚吸引消费者目光 日记在下半年我们还会再崭新的一个门市 所以今年大概会有三个门市据点 传品结合文创商场跟餐饮的经营模式 加上24小时不打烊 造就特殊的书店文化 进军大陆苏州展店 引起当地业者紧张 为了迎战成品 北京三联书店也启动24小时不打烊策略 提供深夜读者折扣优惠 传品走出台湾给两岸三地读者行视野 也同步刺激对岸老牌书局业者改变接招 福尔秀卢关于台北报道